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发言被39次的热烈掌声打断 那为什么普京对西方的表态更加强硬 另外58%的俄罗斯人希望普京2018年之后继续担任总统 又说明了什么 联韩时事评论员吴学兰 张有华为您深度解析 美国的黑白漩涡一波未凭一波又起 纽约白人警察勒死黑人免遭起诉 再次引发美国境内大范围抗议 那美国民众不满的根源到底在哪 另外纽约市长以及奥巴马和希拉里都相继表态 能够平息示威吗 时事评论员陈慧 吴学兰为您独家解读 据人民网援引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文章 美国武教大楼不仅要购买更多的F35 近日还大肆炒作所谓未来战机 也就是第六代战斗机 那第六代战机对于未来战争形态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为什么日本也在大力发展第六代战机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有读家观察 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环球网综合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向俄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 他不仅表明俄罗斯丝毫不准备向西方妥协 而且称经济制裁只会让俄罗斯更加独立自主 这是普京总统任内第十一次发表国情咨文 期间传递出的强硬姿态 令西方媒体一片哗然 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年一度的国情资本中向西方发出了相当强硬的声音 这是普京总统任内第十一次发表国情咨文 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 在乌克兰问题上不会盲目屈服于西方 莫斯科将寻求多元外交 普京称克里米亚同俄罗斯不可分割 对俄罗斯来讲具有重要的神圣的意义 他将克里米亚入俄称作历史性事件 普京批评美国一直在幕后影响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指责美国全球反导系统对全球构成威胁 对此普京表示 俄罗斯不会被卷入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 但与此同时 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能够可靠且有保证的保障国防能力 据俄塔社报道 普京的国情咨文演说持续一小时十分钟 总共有39次被掌声打断 其中当普京在盘击克里米亚加入俄联邦问题 和捍卫俄罗斯组成完整时获得的掌声最为热烈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在起草国情咨文期间 俄罗斯政府和总统办公厅以及智囊团负责准备出稿 国情咨文的主要题材 逻辑性和各种倡议 都是普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亲自撰写的 据俄罗斯媒体5号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尔夫4号表示 美国不会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的 2014年度国情咨文予以评价 但对于普京有关西方对俄实施限制政策的言论 表示不赞成 另据中心网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等人 4号在瑞士巴塞尔再谈乌克兰局势时指出 美方无意与俄罗斯走向对抗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吴学兰 和台北演播室的嘉宾张有华 那我们看到 这次普京是亲自整理国情咨文文稿 内容也是超级强硬 甚至对西方表态说 别想肢解俄罗斯 不要忘记希特勒教训 硬汉普京为什么这次会更加的强硬呢 因为普京从来都是欲强则强的一个人 而俄罗斯这个民族呢 也是越搓越勇 那我们就看现在俄罗斯所处的一种情况 首先呢 西方对他是实行了一个史上最强硬的制裁 并且呢 也的确让俄罗斯国内方方面面都感觉到了制裁的压力 第二 最近一段时间呢 西方媒体是不断的在抹黑俄罗斯 从一些评级机构啊 说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已经衰退 他们现在经济的确也是在普京执政以来这么多年 是最困难的一年 在真的是内外都比较吃紧的情况下 如果普京以一种示弱的态度对外 那么我相信首先俄罗斯民众就不答应 而且这样的效果在国际上也并不好 所以尽管现在面临强硬的各方压力 但是普京依然用他的硬汉态度 也就是欲强则强 还是显示出他这种能够撑得住的气概 普京他主要的是要告诉人民 就是说卫国战争期间 我们都已经挺过来了 我们甚至于我们都灰金西下 一直打到柏林 这个说明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俄罗斯绝对不会接受 无论是美国或者北约跟欧盟 一方面的经济制裁 另外一方面北约的东扩 再加上美军进军 就是驻军到我过去华沙公约的领土的一些国家 他是说如果你还要这样子做下去的话 俄罗斯会为了他的生存空间而战 他之所以强硬 还有一个他要唤醒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的称号 这也就是说普京他发表国情之文的用意所在 普京态度强硬似乎加深了和西方对抗的氛围 但是普京强调说不打算卷入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 而美国国务卿也称无意和俄罗斯走向对抗 那通过近期俄罗斯和西方互动的观察 我们该怎么解读双方的表态呢 首先俄罗斯方面的态度呢 他一直以来都是说他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他也不想和西方对抗 但是他是希望呢西方能够很平等的对待他 那包括之前我们也是注意到啊 普京在很著名的瓦尔代辩论会上他也有一个发言 他同时说现在国际上很多的乱象都是美国造成的 但尽管这种情况下呢 俄罗斯也不打算和西方关闭对话的大门 包括美国在内 这次呢他同样也是说了 俄罗斯不希望去发起任何一场战争 他不会主动挑起任何一场冲突 但是一旦有人要我卷进去我不处 而美国方面我们也知道 尽管现在啊他对俄罗斯的态度非常强硬 就在昨天那么美国众院还通过了一个 要继续制裁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条文 而且呢通过率的这个得票是非常之高 但其实美国方面也很清楚 俄罗斯和美国作为两个在全球政治当中 应该讲相当特殊的国家 他们不可能真正为敌 因为有太多的国际上的重要的话题呢 需要这两个国家要坐下来慢慢谈 如果这两个国家真的崩到非常紧 不要忘记他们手中都有核武器 一旦真正美俄成为死对头 或者是他们真的要死掐的话 那么我想真的是两个国家都无法承受之重 那近来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俄罗斯挺不住了 甚至说普京的年龄石油价格 以及卢布兑美元的汇率 明年都会冲击63 成为一个著名的冷笑话 那张先生目前俄罗斯正面临怎样的经济困境呢 油价下跌是对俄罗斯的经济产业 造成的极大的影响 因为俄罗斯它近十年来的经济发展 几乎都是靠石油跟天然气的输出 那俄罗斯面对的这个困境 你普京讲 第一个他要整军军武 所谓整军军武的话 先去维持他战略生成的空间 那第二个部分 普京他也讲到了 经济产业跟卢布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是说他要提振国内的经济市场的规模 那换句话说未来俄罗斯不会以单一产业 像油或者是天然气为主 而是要发展相关的产业 那这个是普京所面对的第二个难题 那你第三个难题就是 外资出走跟储蓄率下降 所以普京他现在呼吁三个指标 第一个大家要团结 第二个我产业的结构 我要从现在开始进行调整 那第三个就是普京 他也讲了 他未来他要发展军事工业 那军事工业体系来带动一般的科技产业 这也就是说普京他已经理解到了 无论北约东扩 经济制裁 还有油价下跌 这些对俄罗斯所造成的经济致命伤 那普京想用其他的方式来作文弥补 那据报道呢 普京此次的国庆自文演说 持续了一小时十分钟 总共有39次被掌声打断了 而俄罗斯最新的民调也显示 58%的俄罗斯人 希望普京2018年后继续担任总统 那去年10月份只有33%的人 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 那这个数字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我想说一点历史 让大家感觉俄罗斯 就是怎样一个民族 我们想起他们的为国战争期间 1941年9月9日开始的 当时是对于列宁格 也就是现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围困 长达900天 应该说是二战史上 最惨烈的围城之一 而且死伤人数也非常之多 但是900天之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俄罗斯是挺过来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坚强的民族 那么之前我们每谈到俄罗斯 性格的时候都会说 这是英雄民族 越搓越勇 他们就像弹簧一样 你给他越大的压力 他能够起来的越强越高 同时现在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 也非常之高 应该讲是让很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是望尘莫及超过80% 这就是俄罗斯人希望 在一个强势领导之下 真的能够让他们重振 他们往日的一种辉煌 那每年的年度国情资文 都是未来一年各领域政策走向的 风向标 那么2014年普京的这份国情资文 要把俄罗斯带向何方呢 吴女士 我想借普京在国情资文中的 一句话来概括的说 他有一句话说 要么独立自主 要么消亡于世 其实这句话就能够让我们感觉到 未来他的外交和内政的主线 就是俄罗斯要走自己的路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 内政方面 它相对最大的困难就是经济问题 经济方面 它也是要进口替代 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经济也要走自己一条 独立自主的路 要渐渐地摆脱对于西方一些消费品 或者其他用品的一个依赖 同时它的外交也要是一个全方位的发展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知道 双头鹰俄罗斯更多把目光向东看 它也希望能够从东方这个新兴的世界里 能够找到对自己更强大的支持和真正的伙伴 好的 谢谢两位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再把事件转向美国 中心网援引外媒报道 近日美国福克森镇白人警察威尔逊 枪杀黑人青年布朗案件 被判不予起诉 引发美国境内大范围抗议 美国当地时间3号 类似的一起案件 因为得到了相同的裁决结果 让美国社会再次陷入黑与白的漩涡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画面上这名男子叫做埃里克·加纳 今年7月17号43岁的加纳被警方怀疑 非法贩卖香烟 当时她将双手举向空中 告诉警方不要碰她 但是数秒之后 一名警察就从加纳的身后 以锁喉的方式将其抓住 拖制人行道暗倒在地 在此期间 加纳是多次恳求对方松手 并且是喊道我喘不过气了 可是却在送医后被宣布死亡 法医称 加纳的直接死 因为颈部和胸部受到了压迫属于他杀 而加纳的哮喘 肥胖和其他的健康问题 是猝死因素之一 那对于这样一起 似乎有着确凿证据的案件 纽约大陪审团却决定对涉案的白人警察 丹尼尔潘塔莱奥不予起诉 从而再次引发了纽约 华盛顿 费城 奥克兰等地的示威抗议活动 相关话题 我们先来电话连线 人在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台长陈慧 陈慧你好 加纳案的裁定结果 再次引发了纽约等地民众的示威抗议 那你在纽约观察到的情况是怎样呢 那么在昨天呢 这个示威的游行呢 不但在纽约沿着这个六大道 七大道进行 同时呢 他们也在这个交通枢纽地带 也就是42街靠近 Lexington Avenue的中央车站 他们进行了这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示威抗议 那么大家躺在地上啊 阻碍这个交通的状态 不过呢 因为这一次的游行会比较紧张的 是因为还牵涉所谓的福格森事件 那么很多人呢 害怕会因此导致像在这个福格森那边呢 有一些抢劫啦 或者是纵火的现象 那对这起纽约版的福格森案 纽约市长白思豪除了呼吁和平示威之外 还表示曾经告诫自己非洲裔血统的儿子 要小心警察 你怎么看待他的表态 另外针对警察执法权的争议 纽约方面目前有哪些反思和应对措施吗 纽约市长的表态呢 的确是非常的直接 因为呢 他是这个意大利的后裔 他是白人 但是他的太太呢 是黑人 所以呢 他的两个孩子 当然会受到很大的瞩目 白思豪本身呢 是一直对于警察 在街上拦截黑人 进行这个安全检查的这个讯问呢 是非常反感的 他希望这方面的动作呢 是可以被制止的 CNN曾经有一个数据解释 就是说全美国的警察呢 大概有550件的警察杀人案件呢 在FBI那边呢 是没有数据的 也就是说呢 警察误杀的状态呢 是蛮严重的 白思豪跟这个警察 就是市长跟警察局长 今天举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者会 展示了他们的一个新型的 小型的摄影机 这个小型摄影机呢 就挂在胸前 那么当他们要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要全程拍摄 要保留这个记录三年 那么我想呢 这样的一个行为 的确是对于警察跟人民之间 就是警民之间 做好一个现场的证据呢 都可以保护到双方的 那同样的话题 我们再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吴学兰 那9天内美国大陪审团 第二次裁决 导致手无寸铁的黑人死亡的 白人警察免遭起诉 那相同的裁决结果再次激发民众的 不满和抗议 那您认为美国民众不满的根源 到底在哪呢 我觉得不满的根源就是 种族歧视现象就在他们身边 而且是频发 也就是讲在美国社会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到 美国官方经常标榜的 所谓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平等 还有真正的自由 那么另外一点的民众的不满 是因为啊 美国的司法机构很少对于警察 来采取应该有的一些行为 那他们总是觉得 警察只要是在执行公务 他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自卫 或者说去追捕人 都是应该的 哪怕这个过程当中呢 肯定是有一些过分的手段 会致人死亡 或者严重伤害 他们往往都是不管的 这种现象的频发呢 也让美国的老百姓 是非常的反感 好的 谢谢吴女士的观察和电评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军方将领3号表示 美军正密切监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利比亚东部建立的多座训练营 而这些新兵营可能正在训练数百名新兵 美国非洲司令部指挥官 罗德里格斯说 就这些训练营 美方掌握的情况较为模糊 美军不会立即空袭他们 但是相关措施正在研究中 同一时间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合阵线称 两个多月的空袭成果显著 但是取得成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而叙利亚总统巴什尔阿萨德学认为 空袭行动不起作用 无法终结恐怖主义 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 利比亚临时政府一直未能有效控制局面 而当地安全形势的混乱 更让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许多极端组织趁虚而入 甚至是生根发芽 面对恐怖主义的肆意流窜 美国是时候意识到 空袭并非治本之道了 那如何有效打击伊斯兰国 让奥巴马头痛的同时 他也接受了一项新的挑战 据人民网援引外媒报道 4号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了 第一位接受3D打印的总统 一家3D打印团队用50个定做的LED灯 8台高解析力的数码运动摄像机 和6台额外的广角数码相机 来捕捉奥巴马的每一个面部轮廓 之后他们通过3D打印技术 将其转化成奥巴马的脸膜塑像和半身像 而塑像之逼真和精致程度 让奥巴马自己看到的时候都惊呆了 那对于名人和明星来说 有两项最大的荣誉 一个就是拿到自己所在领域内的专项大奖 而另一个就是用蜡像的方式 被杜莎夫人蜡像馆永久保存 而通过拥抱新技术 奥巴马也可以让自己的半身像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入驻博物馆了 相信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体验 那如果说和新技术拥抱是特别有趣的体验 那么下面的这场遭遇战 您恐怕一辈子都不想经历 那视频当中骑着脚踏车 带好摄像机的男子 原本是要展开一段休闲时光的 可是谁知道 刚刚出发 他就发现在他的身后 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宗雄 而这个大家伙竟然毫不留情的 要把他当做今晚的晚餐了 于是双方就开始了一场惊险的追逐战 只见宗雄虎视眈眈的在后面追 起手就只能够忍住内心的恐惧 一路向前逃 而更不幸的是 一根巨大的树枝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就只好把整台脚踏车都扛起来 冲到树林里面躲着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好在远处传来了阵阵雷声 宗雄立刻就转移了注意力 转身离开 据说宗雄的奔跑时速 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所以一旦正面遭遇他 除非是冷静的处理 跑是跑不掉的 看到这儿 我们只能说 这位骑士老兄 您实在是太幸运了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关注 据人民网援引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文章 美国五角大楼不仅要购买更多的F35 近日还大肆炒作所谓未来战机 也就是第六代战机 那第六代战机将会对未来战争形态 造成怎样的影响 为什么日本也在大力发展第六代战机呢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有独家观察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随时喝一罐 养胃好习惯 享受健康 将中时了 回头客铜锣烧 全国销量第一 回头客 对付造养 异味白带异常 小米栓 认准修正的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星干线 据人民网援引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文章称 中国最新公布的 殲-31隐身战斗机似乎刺激到了美国军方的神经 五角大楼不仅借此提出 要购买更多的F35 甚至还大肆炒作未来战机 也就是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话题 在第十届珠海航展上 国产第四代战斗机殲-31 胡鹰精彩的空中飞行展示 引起西方舆论关注 人民网援引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文称 美国五角大楼和国防工业部门的官员 担心中国新式引擎战机未来可能会在战时匹敌美国战机 为了应对挑战 五角大楼需要继续购买F35战机 并开始开发未来战机 以反制兴起的威胁 殿三一是目前国际上除了美国的F35以外的一个唯一可以外销的一个四代机 那么中国有可能会在四代机市场上分美国的一杯羹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一方面可能是对美国的这种市场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美国害怕的就是中国通过军品的外销 形成对相关国家的这种军事包括战略的影响力 美国其实对中国这种全面的遏制 包括经济文化的还有军事的全防卫的 所以他看不得中国在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上有所收益 除了加大部署F35战机 美国更加快未来战机也就是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 实际上在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上 美国是动手最早也是投入最多的国家 早在2007年10月 美国空军就率先对第六代战斗机的具体需求展开研究 2008年1月 波音公司推出了FAXX第六代战斗机概念方案 2012年1月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公布了第六代战斗机新概念 他们都向世人展示了未来战斗机的雏形 近年来 美军在竭力缩小军队开支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对第六代战斗机研究的持续性投入 2013年 美国海军和空军展开了名为FAXX和FX的 下一代战斗机需求定义工作 一种观点认为六代机是在附带机的技术上 对信息化融合进行进一步的提升 使得这一种战斗机具有打击能力 同时又具有信息融合的这么一种能力 具备了未来空天作战的一个信息中枢的这么一个功能 美国在六代机的技术 像X37这样的 37B这样的 就是说 具有这个空天停留几个月的这种能力 的这种空天作战飞机 它的对未来 就是空天作战的这种影响应该是非常之大的 因为它悬浮在空中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对你实施打击 所以它的这种影响力 就像你在你头上高悬的一把剑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释放 这种技术应该美国应该也具备了 那么再有就是在信息化和隐身技术这块 因为美国在四代机是先期进入的 所以它相对而言领先其他国家15到20年 那么它可以在四代机的技术上进一步的进行拓展 它有研发技术的这个台阶和基础 因此呢 如果说美国在六代机的这个项目上 如果说资金各方面都能够有足够的支撑的话 一旦它启动 它就会实现对其他大国进一步领先 这么一个前景 日本作为亚洲的航空强国 在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上也不甘落后 人民网援引日本产情新闻11月5号开文称 日本首架国产隐身战机的样机 先进技术验证机ATDX星辰 将于2015年1月进行试飞 未来日本将在这一验证机的基础上发展第六代战斗机F3 并计划于2035年服役 这与美国基本同步 此外 日本还将第六代战斗机别出新材的定义为3F 即首先发现 首先攻击 首先摧毁 并提出了以信息化 智能化 敏捷性为代表的I3第六代战斗机的日本概念 在第六代战斗机的研究工作上 俄罗斯也紧根国际步伐 今年10月16日 俄罗斯先期研究基金会总经理安德烈格里格耶夫宣称 俄罗斯科学家已经开始研发采用复合材料制造的第六代战斗机 而该公司航空部经理乌拉基米尔·尼哈伊洛夫则称 最快可能会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研制第一种俄罗斯第六代战斗机 相关话题我们再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清零时间交给你 好的客主 就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台北演播室的资深军事评论家张友华先生 友谈宋好 我们看到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航空工业大国纷纷研发第六代的战斗机 首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第六代战斗机的概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它跟第五代的战斗机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第六代是完全不一样 第六代它就完全摒弃了第五代所谓机械化的思维 它完完全全就是以资讯化 所谓资讯化的话它就有六超的功能 第一个超扁平设计 就是说它的外观一定要做一个超扁平 以免被雷达伸收到 第二个要做超高音速的巡航 那还有一个叫做超常规机动 还有一种叫做超维度物联 就是说用网络物联的方式 所谓物联的方式 它是集合针尖打 针尖打 然后巨子等等那些鱼一身 那最重要的它能够就是说超地域 它可以在大气层外 对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进行打击 这个就是美国空军 它所提出来的全球到达 全球打击的一个重要的作战观念 那简单的来说 第六代战斗机拥有的这些特性之后 会对未来战争的形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未来第六代战机的特性 它会变成一个什么 它是由后方指挥前方作战 所谓后方指挥前方作战 它一定会空天地海淀 以往我们都以为是三度空间 现在是五度空间 那它进入到五度空间的时候 谁能够先发现敌人 谁能够先摧毁敌人 都是在未来战争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上这种雏形已经出现 2003年的波弯战争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雏影 但是耳后的未来15年当中 只要第六代战机所发展非常成熟的话 谁能够先看到敌人 我绝对可以把敌人给击落 目前以美俄日为代表的国家 都有涉足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 那么在您看来 我们他们设计的这个第六代战斗机 都有各自哪些独特的特点 像俄罗斯它Q-50 它是让战机自行思考 由他们把相关的所谓的资讯作战的软体 把它放置在战机里面 由这个战机你自己去寻找一些目标 然后来减少人为的负荷 它是认为说战机会那个思考 但是美国却强调所谓超高音速 那它超高音速的话 任何雷达那你抓不到它的时候 它就可以长驱直路 好 像类似于现在F22只有部分的功能 你雷达用双机或者三机定位雷达 你还是搜索到F22 但是我美国呢 它为什么强调所谓超高音速 因为美国它向来作战的思考 叫做以快打慢 只要你慢的话我就打 所以说以快打慢的话 是美国的思维 像日本呢 它就强调了所谓资讯化跟隐形 前面我们谈到了各自的 这个第六代战机的一些特点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 各个国家研发第六代战机的动机 我们以日本为例 作为亚洲的航空强国 日本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 也是走在前头的 他们表示说它的第六代战斗机 F3将会在2035年来服役 而日本大力发展第六代战机 它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它的动机应该是有两个 第一个针对东亚局势的变化 它希望它的研究走在前面 第二个它完完全全针对中国大陆而来 它的内部因素大概分成三个 第一个它要保留它自己本身的技术 因为航空工业是一个人力密集 劳力密集还有资本密集的工业 所以它必须要维持自己本身 航空工业技术的优势 然后第二个它要避免解除 就是对它的整个航空体系的发展 对于美国的依赖 更重要它要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因为最近十年到二十年间 那个日本经济不景气 所以它希望能够带动所谓的 它的就业发展航空工业的发展 好 谢谢华雄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还到辅助电影博士 客主 好的 谢谢台北影博士带来的观察和点评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关注 什么字最能代表台湾的2014年呢 连续举办七年的台湾代表字大选 近日由民众选出黑字来代表 即将过去的2014年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新闻事件错综复杂 有时看似毫不相干 其实背后都有关联 我们集合两岸智慧 会整分析 带您直抵核心地带 一大苏家非方践踏了中国的主权 其中是必有蹊跷 安倍的野心 从两岸看世界 海峡新干线 累了 喝乐乎 疲神抗疲劳 困了 喝乐乎 疲神抗疲劳 喝乐乎积度胀能量 NV立刻输至感冒 立刻用立刻输 感冒就要立刻输 NV立刻输至感冒 立刻用立刻输 感冒就要立刻输 和其症 大罐更尽兴 中国凉茶 何其症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什么字最能够代表台湾的2014年呢 连续举办7年的台湾代表字大选 近日由民众选出 我们来看今年的评选现场 马上进入现在台湾环节 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请公布黑字 哪个字最能代表2014年的台湾 名人推荐60个候选字 台湾民众选的都脱不了食安风波和对政局的不满 黑字最终获得12489票成为代表字 拿下第二名的是搜 7272票 第三名是油 4941票 前三名组成黑搜油 正好点出今年台湾食安风波的原因 而四到十名则是怒 食 假 伪 混 怨 崩 都是负面的字 选出来的前十名都是负面的字 那么同时呢 过去这六年呢 每一年都入榜的爱这个字呢 今年并没有入榜 因为这个活动我有部分参与 总共差不多一万多字里面 有19.7的人是以黑为今年的主题字 这个黑是代表政府你不能黑心的不去把关 你要把你的善意拿了出来 你要对食品安全把关 然后第二个去警告这些黑心商人 你不能再去生产所谓的黑心商品来毒害人民 那第三个那所谓黑是代表台湾民众 对于整个2014年政商关系的厌恶 这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黑字以后 我们可以反省一下 我们有多少的善意去对待这个社会 好的 下面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在大家眼中你超乎所能 而我更在乎对你安全的保护 超能直萃低泡洗衣液 不伤衣物不伤肤 超能女人用超能 黑人茶被剑 严选商品茶叶 五千佳 纯净 配合初次萃取技术 提炼出第一道茶中精华 初脆茶多分 黑人茶被剑亚膏 发挥四大剑齿功能 初脆 倍感珍贵 黑人茶被剑 汇聚茶香 黑人清新绿茶收口水 快来体验 给孩子选药 要认真 孩子不吃饭 我就选儿童装 将中排键位消食片 看他的配方 山楂 橙皮 麦芽 山药 太子生 是药材也是食材 助消化放心 老人没胃口 打人肚子长 我还是选 将中排键位消食片 放心 嚼碎了吃 更有效 家中常备 江中集团 何其正 大观更尽兴 中国凉茶 何其正 新闻时时发生 看似杂论无章 其实有迹可寻 角度就是态度 高度决定事业 海峡新干线 从两岸看世界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谢谢 一万三千公里 万里茶道 无限降山 重返旧时荣耀 见证今日繁华 百年康长 茶道 张兄弟 陶琴出发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 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的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 祝您顺心如意 再会 Lewyn ��字幕志愿者